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刚刚经历了自新冠大流行开始以来最致命的一周 死亡人数较前一周增加了44% 新冠追踪项目收集的数据显示 在12月3日至10日的7天时间里 共有15,966名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 该项目自3月12日起 每周会发布一次分析报告 但在这一令人沮丧的数字公布之前 美国本周三的死亡人数攀升至3088人 创下单日最高纪录 这也是24小时内死亡人数首次突破3000人 超过了春季时的纪录 5月7日有2769人死于新冠病毒 新冠追踪项目同时显示 美国这一周新增病例也创下新高 在12月3日至10日的7天时间里 新增140万确诊病例 较前一周增加了27% 数据也显示 目前全国共有10.6万人 应感染新冠住院 据统计 截至周五 美国新冠死亡率在全球排名第11位 即每100万人约有886人死亡 全世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是比利时、秘鲁和意大利 英国的死亡率也超过了美国 每100万人约有942人死亡 进入冠病例 在这里的课程中 进入冠病例 进入冠病例